凯莉全球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精英团队台湾的马克 今天我以一张纸简单的说明凯莉的奖金制度 凯莉的奖金制度总共分为八种 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种类最多 也是奖金最高的哦 今天我特别以至尊套组来做一个举例说明 让大家知道制度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我们称之为零售奖 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推荐任何店家的时候 或者是已推荐任何的店家 你都拥有零售的10%这样的一个奖金收入 第二个部分呢叫做推荐奖 也就是说你推荐任何一位伙伴进来 你就有500块的美金 这个部分是多推多得 推荐的越多我就拥有越多的500块美金哦 第三个部分叫做分销奖 也就是说在您的旗下第一代到第四代 每一代你都拥有分销奖金30块的美金 举例来说假设这个是你 你推荐了一个A你就拥有30块 A推荐的B你也有30块 B推荐的C你一样也有30块 一直到第十代通通全部都有30块 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呢? 第四个叫做拓展奖 我们也称之为叫做吉差奖 也就是你成为我们公司的组织干部 从一星开始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收入哦 一星有25块 我们的最高级别是七转 七转的部分呢 拥有280块 那也就是说 你是七转推荐的一位伙伴是一星 那就280块扣掉25块 你获得吉差的收入就是255块 第五个部分叫做业绩奖 业绩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对碰奖 那假设呢 这个是零的时候 你推荐了一位叫做甲 你把它放在这个左边 又推荐了个乙 放在右边 那如果甲这边呢 有250分 乙这边有500分 那这位就称为一局 一局会拥有35块的美金 这些分数累积越多 碰越多 就会有越多的35块产生 那最高可以领多少呢? 最高一个月可以领到21万的美金哦 那再来呢 第六个叫做领导奖 我们也称之为叫做管理奖 那这个领导奖呢 它以级别不同来做代数的一个呈现分配 当你是一星的时候 可以领到一代 五星领五代 以此类推 那当你成为到五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领到10代 最高领到10代10%哦 每一代都有10% 这样的一个奖金收入 第七个叫做举证奖 我们又称之为叫做静态奖金 那这个呢 就没有左右边区分 它只有一个矩阵图 来做这个分享 那假设呢 这个最上层是你的时候 你推荐的 一跟二 它会矩阵在这边 三四五六 会在第二层 会有四个人 第三层呢 就会有八个人 再来16个人 再来32个人 以此类推 每一位伙伴 你都会拥有三块的美金收入 这个非常特别 是目前只有 我们凯利公司 独特的一个奖金哦 这个奖金呢 最高可以拥有16成 也就是说 会有13万1千 零70人 这样的一个累积收入 最高一个月 可以领到38万的美金哦 那第八个呢 就是全球分红 当你成为钻石级的领导人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拥有 全球钻石的一个分红 把全球的业绩 百分之三 提拨给全球的钻石 来拥有这样的一个奖金 大家说 这样的一个奖金收入 是不是很棒呢